为提升儿童招呼健康 卫福部与国健署洗手推出儿童发展筛检 全面提供未满7岁儿童在成长过程阶段 共6次的发展筛检 简面4大面向提早发现孩童发展迟缓的问题 掌握黄金的疗愈期 0到6岁为儿童发展中药阶段 尤其3岁前更是关键黄金疗愈期 国健署建立本土儿童发展筛检模式 并研制临床医生使用的标准化筛检工具 25日召开儿童发展筛检记者说明会 卫福部长邱太元亲自出席主持 他表示落实赖青的总统健康台湾医疗政策中 全面优化儿少医疗照顾的政策 特别针对未满7岁儿童 加码提供6次儿童发展筛检服务 希望在儿童发展关键年龄 给予每个家庭最全面的检测服务 针对儿童粗大动作 精细动作 还有语言的认知 及社会发展 这四个面向进行筛检 以其能够早一点发现儿童 在成长过程当中发展的问题 我想我们是健康台湾 从幼父亲一辈子的爱 这我们给他爱心 本次儿童发展筛检自7月1日起开放 凡是未满7岁的儿童 家长可依筛检服务补助时辰 期待健保卡与儿童健康手册 带孩子到住家附近的院所接受筛检 来针对儿童粗大动作 精细动作 以及语言的认知 及社会发展这四个面向进行筛检 国建署长吴昭君强调 先前有孩童生活上情绪问题 到医院经筛检量表检测后 发现问题其实是动作迟缓 而非情绪障碍 家长应该全面进行儿童发展筛检 才能找出真正的关键问题 这样的筛检的评估的成效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提升跟优化 让每一个小孩子都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评估筛检 特别是一个专业的评估筛检 如果有异常 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小孩子早一点 发现这样的一个发展食盘 因为他的早期疗医的介入 是有他的黄金介入期 国建署今年共补助全国85家儿童发展 联合评估中心 并扩大补助10家重点中心 每位孩童从6个月到未满7岁期间 每个阶段接受免费筛检服务 也可以预防儿童保健状况 掌握黄金疗预期 记者学丰台北采访报道